小柴宝们 今天我们给兔子准备了一个很大的惊喜 走 我们马上揭晓 兔子 兔子 醒醒醒醒 兔子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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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兔子 你刚刚被小柴玩具屋所有成员投票选为必须接受一个只能说是不能说no的挑战 这什么投票 我怎么没有参加啊 就是我们让你做什么 你就必须做什么 能记得吗 不能 除了你之外 所有人都投了你 好吧 快起来 快起来 第一步就是你快起来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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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看到小柴玩具屋更多精彩的画像和视频吗 扫码或者搜索小柴玩具屋公众号 关注我们并且发送视频两个字 就可以看到更多好玩的视频了 第一个挑战兔子要戴上我们的发菩 这是拖耳朵吗 对 拖耳朵 很适合你哦 然后这个是一个 应该是什么 非常深红的 来 自己涂 自己涂 这有镜子 这边有镜子 哎呀 没涂上 我要不要涂 我给你涂 不行不行 你就正常放松放松 不要看我 闭上眼睛 要享受被人做美容的 这么一个过程 没关系 你这样抿一下 两边抿一下 哇 好美哦 等一下 第二项挑战 第二项挑战 你给我们表演一下 做佛城好吗 好 只要五个就可以了 好 五个 让我看一下嘛 五个嘴三首做佛城 你能做的 你可以在这里做一下吗 好 这样 可以给父母看一张照片 封面里用这个 佛城什么 佛城怎么做呀 佛城就是 一个 五个 五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再来一个 五个 哎呀 厉害厉害厉害 我才发现兔子穿了橘黄色的袜子 哈哈哈哈哈哈 兔子的第三项挑战就是洗碗咯 开工 一个 你洗干净一点 两个 兔子 你如果洗得不认真 一会我们要给你加一些任务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洗碗 这个下一个挑战就是 这是一张传单 一会呢你就要对着路人大喊游泳见山流底下 Jerry啊 Jerry 好 表给你咯 大点声 游泳见山了解一下 哈哈哈哈 再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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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人出来的 等人过来的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快点 完美 我好有潜力 完美完美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嗨 现在在超市里面 我们要让父子接受一个鸡蛋鸭蛋的挑战 好新啊 这一块 这一块 然后特子你还说鸡蛋压蛋 能下蛋就是好蛋 然后我们认真地说 来吧 这个镜头 鸡蛋还是压蛋 能下蛋的就是好蛋 不行 这个挑战对他来说好简单 我觉得 你应该到人群中间去说 你先一个攻击打鸣什么样 可以可以可以 这样 特子 你现在的挑战就是拿着它们 然后学一个攻击打鸣 你记得吗 我先写武击打鸣 威胁攻击打鸣 你怎么下灯啊 你先喊一个攻击打鸣 开始 好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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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一点声 go 大一点声 go 好 就这样了 可以了 go go 接下来的挑战是 特子 你要对着楼上 喊一句电影的台词 大一点声哦 很大声那种哦 要模仿电影情节哦 来吧 我想想 想一个这个 等一下 我给你一个远景 这样可以吗 我好了 可以 有点暗是吗 再近点 我想到了 你想到了 你想到了 然后 我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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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陕西话 然后 我想你 然后 我想你 然后 我想你 还可以再大声吗 猜到了 不就行了吗 猜到了 不就行了吗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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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他不是走了吗 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 记得订阅我们哦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